2019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 近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在接受内地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 澳门回归后的重大实践经验 是社会各界高度认同一国两制 一致认为要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行稳致远 我们把澳门要建设好 我们一定要把一国两制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政策 我们一定要落实好 这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以后要怎么实践好我们一国两制 我们把这个社会第一稳定 第二还是稳定 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回归支出的519亿澳门元 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澳门元 1957年出生 亲历澳门回归以来发展历程的贺一诚认为 得益于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澳门保持和谐稳定 经济快速增长 民生持续改善 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曾担任澳门特区第五 第六届立法会主席的贺一诚指出 特区立法会是以爱国爱澳议员为主体 大多数议员都明白提出不同意见是为了监督特区政府 配合政府更好施政而不是盲目反对政府 澳门来讲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比较好 都是以爱国爱澳这个教材 这一方面来做一个基础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深果旗等等 这种完全都贯彻下去 每天慢慢慢慢要教育他们 要让他们对国家的了解 对民主的认同等等 贺一诚强调 面向未来 澳门核心稳定的社会环境 爱国爱澳传统及国家情怀是不能变的 不然会对自身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 虽然澳门社会团体众多 社会结构多元 不过各界有着共同目标 即建设好澳门 贯彻落实好一国两制 澳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博彩业所占比重较大 何一诚说 特区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入很多资源 新一届特区政府会努力将资源转化为相关产业 推动经济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像我们的博彩业也不能变 也要健康发展 在这个基础下面 我们一定要适度的多元发展 我们在会展上面等等 我们都发展得不错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医药方面 能够在这里有产业的发展 适度多元不是所有我们都可以多元 我们要调适合澳门生产的 制造的和有关的附加值高的产品 经20年发展 澳门特区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开支 已达到较高水平 何一诚说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 高效地用好开支 我们有中央政府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有关填海的指标 填沙在海上面它有一个成降的过程 那才能造房子 我们经过这10年的努力 把我们盖填的地方也填出来 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建造房子了 所以我们明年把基础设施投资 让老百姓能够在住房上面解决一部分 2019年初出台的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将澳门列为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 贺一诚表示 大湾区内城市间绝非零和博弈 而是彼此优势互补 共同建设创新能力突出 要素流动顺畅 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 大湾区它是一个越港澳三个地方的大湾区 九个城市再加两个特别行政区 那澳门作为在里面体量最小的一个行政区 人口最小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怎么和我们整个大湾区的融合 这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第一位首位 我们对我们大湾区里面 我们澳门的以后的发展的机遇是什么 中央给了我们明确的一个湾区的一个规划 纳要之后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贺一诚说 他希望中央政府及各部门能够继续给予澳门特区 适当帮助 促进澳门维护好繁荣稳定 澳门也将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再来 感谢观看